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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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呢 现在怎么了呀 现在爸爸妈妈每天都要我学很多东西 我压力好大 是不是他们认为我没有以前优秀了 转变可真够大的 不过小朋友千万别误会 爸爸妈妈绝对不会认为你没有以前优秀了 对呀 其实爸爸妈妈是因为你长大了 所以对你的要求增多了 当然了 花花 如果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合适你 那么也可以好好的跟爸爸妈妈交流 让他们知道你内心的想法 没错 只要你和爸爸妈妈意见达成了一致 他们自然会改变现在的这种方式的 不过 还是要以学习好为前提哟 是啊 好了 休息一下 精彩的动画片开始了 这是一个非常清闲的周末 在宿舍内休息的蓝猫和菲菲 他们呢 接到了一封特别的邮件 有新邮件 我的邮件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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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看了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 世界拳击大赛 作为嘉宾参加 还会向全世界播放 有人请我们做嘉宾了 没想到我们俩这么出名啊 好 我们非常愿意 我们要做世界拳击大赛的嘉宾了 我们要做嘉宾了 做嘉宾了 时间上午十点 请不要迟到 这么急啊 快点 快点快点 制式牌 请参加卡通城世界拳击大赛的嘉宾往右走 肯定是怕我们走错路 我们可是嘉宾 嘉宾走错路 后果很严重 哎呀 菲菲 低调 低调 我们可是明星学院的学生啊 我绝不会丢学院的脸 今天肯定有很多人来看比赛 舍不定很多我们的粉丝哦 请参加卡通城世界拳击大赛的嘉宾入场 我们来了 感谢蓝猫和菲菲先生参加卡通城世界拳击大赛的表演赛 我代表所有拳击迷们向你们表示感谢 表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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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请我们来做嘉宾呢 原来是要我们参加表演赛啊 不过 就算是拳击表演赛 我们也要打出明星学院学员的风采 到时候我们的粉丝一定会更加支持我们的 包大哥加油 好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场超酷超炫的拳击赛吧 怎么样 好 好了 表演开始 为了粉丝们的激情呐喊 今天的表演赛 我们要全力以赴 打出精彩 对 好 好 让我们来一场精彩的拳击赛吧 神无百尾 快起立圣队 无能连环地 快 想起风拳 飞飞你出手太重了 飞飞你出手太重了 飞 温柔一场 啊 好 你 温柔一场 谢谢 谢谢各位粉丝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也爱你们 不就是一场表演赛吗 打得这么狠 哼 你有菲丝 我也有我的猫丝 我活出去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网络和电视同步直播的 威胁全球大赛 好 笑容量 让我们尽情地为他们加油欢呼吧 明星学院学院蓝猫和菲菲的表演赛 实在是太精彩了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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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哎呀 哎呀 这个全球赛的 表演嘉賓可真難當啊 粉絲們也太熱情 我現在全身酸痛了 還說都是你 說非常願意參加的 明明你也同意了 怎麼把事情推到我一個人身上啊 哼 我說同意你就同意啊 都怪你 怪你 怪你 太搞笑了 藍貓和菲菲真是很傻很天真 這世界拳擊大賽的嘉賓可不是這麼容易當的 哈哈太好玩了 學院很久沒有這麼有趣的事情了 馬上告訴咖哩他們也來看看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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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慘了 哎呦 兩人參加世界拳擊大賽做表演嘉賓這件事 藍貓和菲菲特別擔心被人嘲笑 然而事情的結果卻大大超乎他們的意料 哦 嗯 孩子們 在上課之前 我要給大家宣布一件事 今天一大早啊 我們就接到了世界拳擊大賽的感謝信 感謝藍貓菲菲在拳擊大賽上的精彩表演 還感謝我們學院出了這麼優秀的學生 哈哈 哈哈 太好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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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大哥 菲菲哥想不到你們還有這麼厲害的一面哦 祝賀你們貓大哥菲菲哥 我要向你們學習 嗯 這次你們兩個表現得不錯 但千萬不能驕傲啊 知道 啊 精彩的動畫片看完了 來您清秀趣的花花小朋友 一定要記得和爸爸媽媽好好交流溝通哦 好 好啦 現在我們馬上揭曉上一期有獎竟答的答案 以下哪種草藥可以医治蛇毒 正確答案是 1 七葉一枝花 小朋友在生活和學習上遇到什麼問題 記得打電話告訴我們的小秘書姐姐哦 記住我們的熱線電話是16899199 好 大家都知道蛇具有很強的爬行功能 可有一種動物比蛇還善於爬強 小朋友猜猜看會是什麼呢 貓大哥 你知道嗎 這個可難不倒我 我當然知道了 小朋友們知道嗎 壁虎 壁虎 沒錯 就是壁虎 可是你們知道壁虎為什麼那麼善於爬強嗎 哦 這我可就不知道了 別著急呀 就讓藍貓問問答來告訴小朋友們這個答案吧 小朋友們一定要仔細看哦 後面還有更精彩的敬答題目等著你們 壁虎的攀爬功能 夏秋的夜晚 人們常常能夠看見壁虎在有燈光照射的牆壁 屋簷下或電線杆上活動 它捕食昆蟲的行動很快 然而它卻不會掉下來 人們通常認為這是壁虎的族上有粘液 或者腳趾上有吸盤狀結構造成的 實際上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經過生物學家的觀察研究發現 壁虎族的結構非常奇特 它的腳趾扁平寬大 有許多板片構成 這些板片呈鉤子形狀 有粘腹能力 由於壁虎族上剩有無數個微鉤 所以它能輕易抓住 物體表面上微乎其微的小凸起 這樣壁虎在牆壁 天花板或光滑的平面上 就能夠輕易行走了 所以說如果壁虎的這種功能 能夠更多地發展到我們日常生活中來 人類的飛沿走壁將不再是夢想 希望這一天能夠早日到來 好了小朋友們都已經了解了 壁虎善於爬牆的原理了吧 下面我要出題目了 請大家注意聽好 知識有講進答 壁虎具有很強的噴爬能力 是因為它的腳上有什麼 一 年夜 二 微鉤 三 吸盤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請趕快撥打藍貓卡通樂園 11696200 我們有豐厚的獎品等你來拿哦 我們有豐厚的小情靈 我們表演所有喜多開心 手來手一起快樂的成長 會寫高將你最愛我最強 我們的心胸比海大 我們的知相比天高 我們是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樂舞台快樂夢想快樂夢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戰去飛翔 快樂舞台快樂夢想快樂夢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戰去飛翔 像是心中的方向 戰去飛翔